我們來看小米的部分 造車長這個樣子 那個雷軍有說呢 小米汽車會有點貴 然後要媲美的 媲美的是寶石節 還有Tesla Model S的車 然後他說 我們的定位叫C級的 高性能的生態科技的轎車 先進行動智慧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寶石節長這個樣子 這個小米車長這樣子 然後Tesla Model S長這個樣子 的確是有點像 那其實呢 華為這個小米這一塊呢 他說我們這小米S7 SU7 我們的中文就叫SU7 然後呢重點是呢 他其實他的效能也蠻厲害的 比如說他有101 這種電池的續航力是800到750公里 另外比較低一點的呢 其實也有668公里到628公里 他的電池事實上 我瞭解他不是自己生產 他是用這個寧德跟BRD的 當然這個續航能夠到800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 非常了不起的 因為現在一般大概到600 就差不多了 500、600 所以他的續航力 是他一個很大的賣點 那他沒有講他的充電時間 不過我想就是說 以中國大陸在電池方面領先的話 這個車他能夠續航到 最他兩種Model的話 一個668最多最高 一個800 我覺得就是他的一個競爭力 那他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他的定位 他提了兩款車 那他是把它綜合起來 這是保時捷 保時捷 那他把這兩款車把它綜合起來 就已經 已經看出來他的產品定位在哪裡 是高端的 對 比較高端的 然後 然後這個Tesla Model S 可能是就是說 他的假想的競爭對象 因為這個是一款電車 Model S是電車 所以他這個純電車 基本上我覺得他就是要跟 Model S來搶這個 才搶顧客 所以而且他定的很高 他都以Tesla作為一個假想 然後以這個保時捷 作為一個假想的一個對象 那這輛車看起來 我看目前實體車還沒有出來 這是公佈出來的一些相片 那造型是蠻有 蠻有吸引力的 蠻有吸引力的 某種程度上你看 某個角度真的像Porsche 那某種角度 好好看這個造型 對 某種角度 又像這個Model S Model S也是 Tesla最新的最新的款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大陸現在這些競爭 這些產業競爭 尤其工業產品 現在這個概念是很成熟的 對 你一出來不是自己跟市場不連接 不接對地氣 他一開始他就鎖定他的 就是他的對照組 對照組出來 產品定位就出來 定價策略就出來 那小米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小米有全國性 還有全世界的行銷據點 我覺得他做全球行銷 他有他的優勢 也就是說對一些 純汽車工業來講的話 建立全球自己的這種 所謂的代理行銷系統 我覺得他是很有經驗 因為我們在台北 小米的據點就很多 對很多 對所以他 這個他公司 自己本身 有他的這些怎麼樣 累積的經驗 很快的 他如果這個車子 進入到市場 他這個行銷管道 是不一樣的 對 車子有時候靠行銷 那你如果自己行銷系統 不夠的話 那你的成本就高 成本就高 那你如果都委託給這個 外國的這些 代理商來講的話 那你自己的利潤 也很難掌控 是的 所以我覺得小米 會踏入汽車 是對於這個 基本上我認為 就是他對自己本身的 全球化行銷 然後全球化布點的這個能力 跟他的能量的 一次性性的展現 對 那車子來講的話 小米造車 你說跟華為造車 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車小米也是跟這個 他可能跟比亞迪也不一樣 那他一定有合作的對象 合作的對象 那我覺得他不會 從零開始自己設車廠來生產 那大路線 汽車品牌上百把 那能夠找到的合作對象 應該是蠻多的 不過這輛車 基本上他 正式的實體展現在市場面前 可能還要等到明年了吧 對 因為他說還要再等一等啊 但是他有提醒說有點貴 另外呢 其實雷軍呢 他有呢怎麼樣呢 特別致敬的商訊呢 這在電動車當中的一些先行者 比如說他致敬的比亞迪 他也致敬的華為 說你們真的很棒 還有未來等等 因為重道路車真的太多了 那另外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因為他也提到說 我們造車呢 整個研發投入100億的人民幣 第一輛車就投入3400名的工程師 光造這個蘇七 另外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他也說三年要賣90萬輛 然後有很多的職缺要來開 然後德國《限時報》也說 重道路電動車真的領先我們好幾年了 比亞迪贏得了歐洲大訂單 那講到是什麼呢 比如說奧地利 有八項聯邦的採購案 這個呢 比亞迪就拿到了相關的採購案 因為呢 他們也說電池真的重道路遙遙領先 另外還有來看到是 比亞迪呢還有呢 仰望U8 現在呢 他也是銷售量非常非常的高 他說一週就可以有365台 那比前一週還多賣27台 那大使不斷的推送他 他這個仰望還可以在水裡 行走30分鐘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人去試他這個在水中的行徑 確實他就是走了半個鐘頭 而且他是用他的輪胎在帶動 帶動的 而且轉方向排是很深的 而且他事實上他的整個這個好 這個基建是淹在水裡面的 他打開來看他淹在水裡面的 所以他就防水很厲害 車廂裡面呢 他完全是密閉的 水進不去 可是他只是 他這個不是要把它當船用 當然不是 對對對 他基本他不是水路兩用 他基本上就是說 你遇到了特殊地形了 你可以用這個保命 保命 這個是高安全 還有一個他就360度轉彎了 對 那這裡面也是黑科技很多 不過要賣到 基本上107萬人民幣 對 事實上他基本上 他我們想市場區隔來講 他就打豪車嘛 那豪車那基本就是 譬如說啦 譬如說這可能就是大 這個所謂的這個 賓市 賓市的400 那還有就是說 還有就是這個 B&W的大漆 大概就是這個價位的 不過他是SUV 而且他的車可能體積更大一點 那應該算是一個豪華型 然後具有先進科技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大型SUV 對 但是你看了這個車之後 那個或者他宣傳片 或者人家試駕的感覺 你有心動嗎 我有心動啊 可是覺得價位蠻高的 重點是台灣又不能買 台灣又不能買 那這種車的話 就是說我覺得 你如果要長途的話 基本上 應該是非常享受的 大車 然後視野高 然後內部的享受 然後所有的電 所有的智能座艙 智能駕駛這方面 事實上的話 都是最先進的 那這方面我覺得 如果喜歡玩車的 或者說財力很優秀 我想一定是想買一台這個車 真的 上一次這個 加州州長不是試駕以後 他說他要買兩台 他買兩台 對 所以喜歡玩車的 或者就是說財力比較豐富 我覺得很多人都要考慮 即使他已經有兩三台車 他可能還要一台 還要有一台仰望 這個 當然就是說這可能是民族主義 中國大陸這個 買得起這車太多了 太多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民族主義情懷 另外我們也對這個車 也確實有好感 有興趣 有好奇心 真的啊 如果在中國大陸有開了這個仰望 在路上 真的是非常的 很得意 然後這個華為的M9也是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請請訂閱 請訂閱 在網絡上所有行判 可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